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现今绝类的最大宗 真绝类 我们将从这次的课程当中学到 一 真绝类的特征 二 真绝类的构造 三 真绝类的业与包子囊群 四 真绝类与我们的生活 你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真绝类有哪些专属的特征 真绝类的第一个特征是植株以叶为主体 这株是我们常吃的三树 你看它的外形几乎都只有叶子而已 这个是芒奇 我们在野外常常看到整片的山坡地长满满的芒奇 那看到的外观也都是以叶子为主 真绝类的第二个特征是柚叶会卷旋 我们只要看到一个植物啊 它的柚叶呢QQ的卷卷的 上一个问号或是棒棒糖的 那它就是绝类了 你看这个是芒奇的柚叶在中间那个白色圈圈的地方 它是一个卷旋的构造 这是照大型的绝类观音作脸 它的右叶也是卷旋的 这个是长叶圣绝 在它的叶背我们可以看到布满了圆圣形的包子囊群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绝类的特征 在野外你应该可以轻易地判断出 它是不是一株真绝了哦 可是在真实的野外环境中 可能会像是这一张相片一样 所有的绝类都长在一起了 在这一片茫茫绝海当中 我们该如何开始观察一颗真绝呢 下一段的课程 我们将从真绝的基本构造开始介绍 现在我们要开始来介绍真绝类的基本构造了 要好好上课哦 因为真绝类在台湾的野外非常地常见 如果你好好地听课 下一次你到野外看到一株真绝类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开始观察它 而不是只说它是一颗绝类 这张图是教科书上常见的真绝构造的示意图 通常一株真绝会有明显的叶片 右叶会卷旋 叶背会有包子囊堆 根和筋可能不明显 大部分的真绝还会有毛或鳞片的构造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研究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真绝类的根 大部分的真绝是属于虚状的不定根 也就是根部没有主根或枝根的区别 像画面中的胜绝的根 它就是虚状的不定根 有少数真绝类有比较有特色的根 是粗块状的 这个大型绝类观音作联的根 它就是粗块状的 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根 暴露在空气当中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并且协助呼吸 这种根我们叫做气生根 笔桶树的金上就布满了气生根 接下来介绍的是金 因为真绝类大多是以叶为主体 所以金多为不明显的短直立金 像这株圣绝 若不特别靠近观察它 你是不会注意到它的短直立金的 另外 匍匐形的真绝类会有横走金 像这株浮尸绝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明显的横走金 高大型的真绝会有长直立金 像是笔桶树 就会有很明显的长直立金 介绍完根和金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叶子 真绝类以叶为主体 所以叶子会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首先从外形来看叶子 一个叶柄出去 只着生一个叶片的 我们称为单叶 这株浮尸绝就是很典型的单叶 若一个叶柄出去 不只着生一个叶片的 我们就称为副叶 着生叶片的部分 我们称为叶轴 叶轴上的每一个小叶片 我们称为鱼片 着生鱼片的构造 我们称为鱼轴 许多蕨类的植株上 包括根、叶柄、叶轴、鱼轴或叶片 都会有毛毛的构造分布着 这是毛或鳞片 是蕨类的一种保护构造 毛与鳞片都是表皮的衍生物 两者都只有单层细胞的厚度 毛和鳞片在柚筋及柚叶上最容易被发现 因为它具有保护柚嫩组织 免于物理性伤害及保湿保温的功能 毛与鳞片的不同 要在显微镜底下才看得出来 因为毛是有一列细胞或一个细胞所构成的 而鳞片则是由二到多列细胞所构成的 我们把毛和鳞片放在一起来看 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差别 它们都是表皮的衍生物 但是毛只有单列的细胞 可是鳞片却会有比较多列的细胞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完真爵类的特征 还有真爵类的构造 下一段的课程将会是我们的重头戏 真爵类的叶子和它的包子囊群 请大家期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